今天开始 大家好,我是疾管署防疫师陈婉清 防疫期间为了您的健康 请持续配合各项防疫措施 如果您是正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民众 请留在家中或隔离检疫场所 不可随意外出并留意自身健康状况 若您在隔离检疫期间出现发烧 受胃节日常 腹泻、呼吸道症状或身体不适 请佩戴口罩 联系卫生局或1922病医指示就医 不可自行搭乘大众运输 如果您有洗牙、健检等非紧急医疗需求 请先暂缓延后 待隔离检疫期满再安排 感谢由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全民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操盘战将 让我们收看操盘战将 这叫做大有玄机啊 找盘的时候 你们的一颗心悬在半空当中 进退两难 左右失去 我到底是上还是下 我到底要不要跑还是放空 到底要做多还是要做空 手上的尺骨要不要抱啊 如果一旦风吹扫动 如果大盘一旦回跌个一两百点 两三百点 不无可能 那我的操作策略应该是怎么样去制定 怎么样去规划呢 你今天看到这个盘上上下下 在那里震荡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的内心在走钢索 你会怕 你会担心 对不对 我知道你想不到说最后 尾盘一点钟过后 会给你急拉 上涨93点 再创波段新高 我告诉你啊 这都是过程 这个也是过程 我不看过程 我跟你讲 我不看过程啊 我看在干嘛 我要看的是什么 结果我的股票 有没有拉涨0板 可是你们在看指数啊 你们在看指数啊 这段VCR我不播了 你们都看过了 老师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在25号那一天 你怎么知道 有人托梦给你吗 还是你猜的 还是什么高人指点 还是你有水晶球 你会塔罗牌 你会算命 我跟你讲 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只会分析 我只会判断 我只会预测 我把我看到的资料 我整理到的东西 我去做一个整合 各位你的资源多不多 我以前常常跟各位聊过这件事情 我说你的资源多不多 你的人脉广不广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 在竹科那边上班的 现在有些说中科南科 随便 你去听 我跟你讲 除了台积电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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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别家公司 接单是热到爆 忘到不行 你以为只有台积电 接单热吗 只有台积电 不只有台积电 你知道吗 你看你们都没有去打听 你们都没有做这些情报的工作 所以我跟你讲说来嘛 你就到这边里面来 你就跟着我来 你自己在那边看 看媒体 看报纸 看财经网站 是不是 看YouTube 拍很多影片 再跟你介绍产业 对啊 产业啊 我也知道产业啊 人家跟你介绍产业的股票 有涨吗 他是不是又要拍新的影片呢 又要跟你介绍别的产业的 也不追踪一下 对不对 对不对 他们就算拍了那些影片介绍的股票 有我的股票强吗 有我的股票标吗 你到现在为止 已经来到1月11号 来到1557点了 你还没有想过来 所以我觉得 有些人脑筋是打结的 你知道吗 我要把它解开来 你们讲 有很多人的脑筋是打死结的 你知道 各位啊 免费的最贵啦 免费的你赚不到啦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那大家不要工作了嘛 对不对 我来看影片做股票 看报纸做股票就好了 我干嘛那么辛辛苦苦去工作 哪有那么容易 哪有那么简单 七字头呢 你看都在喊 你有看到吗 这些外资啊 外资建树啊 在推算台积电未来的目标价 报纸上写的 报纸可以讲目标价 为什么我们分析师不能讲目标价 奇怪 我都很想跟你讲 比如说药单的目标价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老师 立即的目标价多少钱 立即的目标价多少钱 我都很想跟你讲 分析师不行 在电视上不能讲 他可以透过媒体去跟你讲 好 好了 我不多说了 我只想跟你讲了 就算他们讲的是真的好了 好吧 584 每个都是6嘛 那你觉得指数会涨到哪里 会到哪里 如果台积电涨到了 他们所谓的一个数字的话 指数会涨到哪里 1万7 这1万6就不用看了嘛 1万6一定过了嘛 1万6必过了嘛 一定要 1万6你绝对看得到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啊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什么股票可以让你赚到涨停板 可以让你大赚 我想跟你聊的是这个 我不想跟你聊1万6 1万7 1万8的问题了 我也不想跟你聊太多基本面的问题 因为基本面已经 各位 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都帮你筛选过的 这个没有问题 有问题是什么 股票 什么股票会赚钱 什么股票会大赚 各位 真的啦 你什么时候看过 你有生以来 你从民国78年79年 从那个时候12682崩盘以后来 这30年以来 你有看过台北股市 有看到7档股票超过1000块的 你什么时候看过这种行情啊 大行情很大 可是你们的格局太小了 你们只想做当冲 各位啊 跟在清俊的身边呢 后面这几个月的行情大到你无法想象 我没有骗你啊 来拿我的资料 好不好 好不好 来拿我的资料 哎呀 我不会亏待你啦 你来拿我的资料 你都没有 难道你没有赚钱吗 你自己在那边操作 今天涨的股票上市跟上规 哪几支是你的 你有买吗 你有这些 你有这些涨停板的股票吗 会不会你常常觉得 鱼咕糟逼 各位 买的股票 都不动 一卖掉 它就涨上去了 然后你换股 换到别的股票 不动不动 你是常常碰到这种情形 那你就来拿我的资料嘛 你就来拿我的资料嘛 你就好好跟在清俊的身边啊 对不对 我该开放的也开放 让你试吃的也让你试吃 好不好吃 很好吃呢 涨停板的股票真的很好吃啦 来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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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停板 开在这边 跌下来 上去 整理 缺口 看大户啦 不要看大户啦 不要看外资啦 各位 大户的股票 真的都很强 这支股票 连续涨停 新黑嘛 这支股票 涨停板 各位 连续涨停 你知道吗 1月5号 在97块附近 你知道我1月5号给你 后来跌下来 1月6号你去买 各位 一开盘 买到多少 95.6 你的成本比我的成本要来的低 你的成本比我的成本要来的低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 连续涨停 老师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1月8号 上个礼拜 涨停板 不开 1月11号今天 各位 连续涨停了 润症 为什么 不要问为什么 各位 你有沒有来拿 你有沒有来 还要 我在字卡上面所写的字 各位 看好哦 再来一次 勾来一次 我今天要给你这一支 我要给你这一支 各位 勤凯 1月8号 1月11号 有没有 有了哈 好 好 再来 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各位 来拿我的资料 来拿我的股票 你不会吃亏 你就试试看 你知道这阵子 YouTube上面的影片的乱象 我真的是不想去说 我真的是不想去讲 我真的是不想去讲 害人不浅 真的 你还不如花一块钱 打电话来拿我的资料 来拿我的资料 连续涨停新标股 还有一支 各位 这一支 1月4号给你的 清云加天玉 这支股票 掌停板 各位 我再讲一次 来拿 不要客气 你就来拿 你就来拿 1月7号 1月8号 今天1月11号 7号 8号 11号 各位 我要再给你一支 我要再给你一支 我就不信你赚不到 这支股票 连续涨停新标股 来 拆一档股票 很好拆 各位 我跟你讲 你来拿我的股票 你来拿我的 不管什么时候来拿的 你只要过一段时间 你就可以验证 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老师 你的股票 真的可以让我赚到 涨停板 你的股票 真的可以让我赚到 涨停板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大涨 白显州开在这边 收完盘在这边 那天成交两万多张 有人看到清军的节目 刘老师开股票 这支股票好像不错 跟跟看 跟跟看 买看看会怎么样 过一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事 那天还打电话进来 好弱好弱好弱 各位 你买的时间点 跟我买的时间点 是不一样的 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来拿呢 你就在第一时间来拿不就好了 在第一时间来拿不就好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今天我要跟你这支 第一时间来拿 今天是1月11号 你来拿我的股票 你来提外出料 不要客气 只要你来答对 来 光中药主 一步登天 这个太好猜了 要不要给你提示 要不要给你提示 好啊 我给你提示 我给你提示 好不好 我给你提示 来 这段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 涨停板 132块公开 到今天 我跟你讲 这一次 我今天本来要做限制 后来说不要限制 不要限制 我让你们去感受一下 因为 有些人没有赚到这支 各位 这大概是这几天 这一个礼拜 最厉害的 我跟你讲 我已经 我不晓得要用什么言语 来去形容这支股票 真的 我真的不晓得 要用什么言语 来形容这支股票 你们下一支是谁 下一支是谁 下一支是谁 下一支股票是谁 药灯我看到的 各位药灯你不要买了 你卖没有药灯啊 你不要买药灯了 拜托药灯你不要再买 那个不适合你了 那个已经 涨到已经 无法无天了 七天七根掌停板 这个后面的 这个 这个后面的买盘 真的是 谁啊 下一支是谁 下一支是谁啦 各位我跟你讲 你今天只要答对 给你 我都给你 这支股票你答对 光宗耀祖一步登天 拆一档股票 太好拆了 这样你还拆不出来 我这是送分题啊 我跟你讲 连续涨停新标果 各位啊 连续涨停大黑嘛 叫要登 有没有连续涨停 你自己说 你自己讲嘛 有没有连续涨停板 有没有 我告诉大家 我标题写这四个字哦 通常啦 通常啊 涨幅哦 涨幅哦 涨幅啊 今天说 42.65嘛 42.65嘛 来这段 导播 这一支股票 连续涨停标股 这一支股票 涨停板 30块公开 哦 叫做连续涨停标股 30块公开啦 我开给你看嘛 那个时候也是做活动嘛 开给你看嘛 我那时候开这支股票是30块 30块 今天多少 多少 更何况是他 各位啊 更何况是他 现在 又有了 同样的四个字 如果只有一根 他只能够长一根掌停板 我跟你讲 我真的太丢脸了 我真的很惭愧 我很惭小 啊只有两根呢 一样很惭愧 这一支股票会长几根 不要问 我会告诉你 喷到你不敢买啊 各位 要等 喷到大家不敢买 有人敢买啊 的确是有人敢买啊 那但是那只有少数人 胆子很大 心脏很强的 那一种人 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敢买 不敢买啊 喔老师 一根掌停板 两根三根四根 每天掌停板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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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还有没有啊 你可不可以 给我一支股票 像要等在这边位置的股票 有没有啊 老师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我跟你讲 来 要等 这波要等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全市长大概都知道要等这两个字了 太强了 每天掌停板 我跟你讲 现在这支股票 如果没有人讲 那我真的训掉了 一定有人聊这支 七天七根 七天七根 你看 三十一号 一月四号 一月五号 一月六号 一月七号 一月八号 一月十一号 七天七根掌停板 各位 连续 掌停 大黑马的要等 连续掌停 所以哦 我问你啦 这个剧本 你要不要看一下 我借给你看 我借给你看 好吗 这个剧本 要不要看一下 要不要看一下 我跟你讲 我看过了 我看过了 我告诉你 小新跟天狱 要等一样 连续掌停板 天狱 各位啊 天狱这一波 也是连续掌停板 好多天连续掌停板 好多天连续掌停板 我跟你讲 你小心这只跟他们一样 他是谁 我跟你讲 我不会这么早开啊 我不会这么早开的 你等着 我要让今天打电话进来 猜对 我的题目的观众朋友们 我跟你讲 坐在轿上 我们一起坐在轿上 我跟你一起合作努力 这个后面你交给我 我来喊 我来火 等我公开的时候 市场上再去买单 再帮我们抬交 再拉几根掌停板 我跟你讲 今天你第一时间 你先拿到 明天先上车 上车上好了 你就看我了 你看我什么时候开 大家都要等我开 我开完之后 市场上一定会去买单 就像药灯一样 就像天狱一样 帮我们抬交 所以今天来拿的人 我跟你讲 你没关系啊 你赚到了 连续涨停新标股 各位 这支股票 连续涨停大黑马的要登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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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连续涨停 有没有 我标理上面写的 有没有 有没有嘛 有哦 好 来 猜对我的题目 这支也是一样 连续涨停新标股 答对的这支股票 送给都是你 就是你的 来 光宗耀祖 一不登天 猜一单股票 只要你猜对 这支连续涨停新标股 送给大家 进广告 2021 贵气金牛来报道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往不利 超值专线02 8512 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 欢迎入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 8512 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 竟在亚太国际投顾 02 8512 5858 涨停 涨停 又涨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行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 8512 5858 2021 贵气金牛来报道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网不利 超值专线 02 8512 5858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2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3 该用电热水器 然后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超盘战将 各位注意 注意哦 注意哦 剧本都写好了哦 很精彩哦 拍案叫绝 精彩万分 哇 那个剧情真的是 曲折离奇啊 我跟你讲 这支股票 后面不得了啊 后面不得了 连续涨停的新标股 各位 连续涨停 何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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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秦凯 两天两根 也是嘛 也是嘛 来 这支更厉害 这支更厉害 要登 连续涨停的 要登 31号涨停 1月4号涨停 1月5号涨停 1月6号涨停 1月7号涨停 1月8号又涨停 1月11号又拉一根涨停 各位 这一支 要登 无话可说了 真的 无话可说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来 我现在给你最新的 最新的 这一支 难道你不好奇吗 这一批人 这样的手法 会不会让这一支 再来一次 如果又再来一次 你不要后悔说 今天没有来拿 我跟你讲 要是又再来一次 各位 你看天狱 小新跟天狱 要登一样 天狱怎么标的 怎么标的 要登怎么标的 怎么标的 七天七根涨停板 小新跟他们一样 连续涨停板 今天拿到的 我跟你说 恭喜你 你等着看 这一支股票 只要你猜对我的题目 这一支股票 送给你 明天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资料 请不吝点资料 订阅